《啤梨晚步》 《啤梨晚步》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好 回到第二節的《啤梨晚步》 如果今晚平時看錄播 聽錄音那些朋友 即是archive那些朋友 就不覺得的 但是看直播那些朋友就沒辦法了 現在我們在做第二節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上載第一節 也應該很快你們會看到 其實我突然想起 其實我就真的不太介意 在弓玉玄其事 無論是硬件還是軟件 因為我不懂這些 如果要換就換 但我每一次提出這樣的時候 反而是那些批評員 或者那些技術的人就說 不用啊 比你那個還可以 可以啊 不用換 不要浪費錢 就是不要浪費錢 但是我想一下 我不知道 或者現在 我真的要問問你路由家 其實是否有些新的軟件 真的穩定一些 是的 你不要理我們的軟件是多少錢 但是 四五年前 是吧 四五年前的軟件 那有沒有一些呢 可能現在 那時候我買兩三萬元的 只是軟件 可能現在買過五千元的 即已經不是最新的 都比它更厲害的 嗯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OK 那我也不要說要轉球到現在最厲害 即等於iPhone4 當年很昂貴 是啊 現在iPhone10也好 都便宜了 我買過iPhone13千元 是吧 都比那部iPhone4厲害的 是吧 是吧 即是這樣解 我們了解一下 其實我有很多 我知道的 我知道問誰的 不過他那些人很壞的 他那些人很壞的 一上來看 其實他那些人很壞 即是他們的心就好 其實可以啊 OK啊 不用啦 那好了 我們要問問專業人士 我們不懂就好 另外呢 你有沒有留意 我突然想起 我們每年都出現這些時候 就多這些問題 究竟是天氣熱啊 還是 難道是七月到 難道是要找風水有沒有 中元節 風水豪啊 難道你有沒有 難道你才來搞 搞一會 各位 不要緊要啊 越來 開始慢慢的 老友記 就已經是上來報名 即是這個 中元節這個葡道 葡道 我都不記得了什麼 法事 我今年呢 我當然都會 燒一些東西給那些眾生 那些油運野鬼 大家老友記 即是沒有人燒香 這是一種分醫的 你想一下 即是當是報師 我們也是眾生 好了 李薇也有些東西吃 誰是李薇 中大哥教授 喔 是啊 李薇 撿製品吃的一個 不用 李薇也算沒有做 不用你直接來 不用拾 我給你牙齋豆腐 吃沒有問題 對 就這樣花生 就這樣給你吃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我們趕快說新聞 有報道 本港的金融機構是內地屋 都有些僱員要退還部分花紅 其實不多 據說是不足10% 譬如你拿了8000元 拿回你六七個稅 你拿了2萬元 拿回你1000-2000元 不足10% 為甚麼呢 因為這個要追求響應國家共同富裕的精神 老實說 這些不足10% 又或者這些金融機構究竟是否幫到很多東西 我也很懷疑 退回之後 這塊錢 因為是公司 它是給公司 還是公司自己下價 還是公司會捐回國家呢 問心我一句 現在這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你問我 這些又是行禮如意 而最主要的事就是 我出了糧 花紅已經出了 我花了 我怎樣給你 我們說慢慢扣等等 那些是極度打擊士氣的事 對 還來幫我錢員工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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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要追我呢 所以真的 我講真的 這個是一定惡性循環 你也顯示到 現在我們偉大祖國上面的經濟 究竟是去到哪個程度 十五大 暫時是第三天 又不見到什麼特別消息 大家甚至乎都在那裏 看看有什麼人有什麼法樂 有什麼人會上位 而最重要的經濟 沒有人說什麼就是 你們預期到它會有什麼對策 你預期到什麼對策 繼續有什麼新則生產力 是吧 就是貶值 其實沒有的 你現在第一 你現在人民幣要貶值 人民幣貶值沒有問題 你好像現在 日本這樣貶值 日幣日幣 它也有很多出口 不過有人不是要貶值嗎 各種覺得自己的幣值低 就是沒有貶值 不知為什麼 其實 你最重要就是 你問我 上個星期 他們北約那些大哥開會 這樣講話的話 你現在其實 沒有辦法抵嚇都要 你問我 你要跟別人玩遊戲的 就跟別人的規矩 講完了 你不跟別人的規矩 又或者你要別人跟你的規矩 那現在似乎不是時候 證明了 是吧 好了 這件好笑 第二件 我真的不明白 你有沒有是 就是說 為什麼罪案率這麼高呢 社會氣氛當然有影響 你不要說什麼 你只是 我不是看我香港報道 我看大陸 這陣子 他們不是經常在Facebook 有時候都不知道真是假的 Facebook 那些 傳出來這個又斬人 斬斧頭斬人 斬斧頭斬人 兩東西扔子女下樓 原來呢 正在七月 正在七月份 現在十幾號 十幾號 在我們偉大祖國 這些這樣的街頭 一言不合殘害 對方殺人 有六十幾單 涉及七十幾條人命 當然 十幾億人的國家 你說大不大小不小 你們自己去judge 那這些當然 社會為什麼類似這麼大呢 其實永遠都是 全世界一樣 看不到 看不到未來 你如果光武昇平 相對地 很簡單的嘛 你好像香港的古惑仔 就是這樣 他有政行做 他就不會去行古惑 就不會去搶東西 這麼簡單 那那個生意額 就是那個 治安就好 喂 你 說真的 我有路證爭的 就算我幾沒有出息 所謂 那我算了 我跟代客拍車 都找回幾皮東西 夠養妻活兒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哇 真可憐 一到無法拍攝的時候 就算那個報紙檔 賣煙都賣不到兩包 一天都要爭 沒有東西拍 就打架 所以呢 一到這個時勢 所有東西就會出來了 特別在這個界別 就是邱班警 我就不明白 他們是貼飯盤的 但是你猜有沒有影響 除了招募人員的時候 35歲 我一般來說 除了近年 四十九歲去做警察 不知外 其實本來講 可以預計他當警察十幾年 十幾年前 那些警察 那個招募 我想都不像現在這樣掛 但是都出現很多這些事 又非禮 不是 這個更無聊 神經病 他在屯門一間夾公仔店 涉嫌 用涉石 涉狗狗隻公仔被揭發 就是 承認三項盜竊罪 今天在屯門裁判法院被判 二百四十個小時 社會服務令 這是頂榜來的 社會服務令 裁判官鄧少雄說 哇 警員知法犯法 是加刑因素 但是 被告早前求情的時候 又不講自己的警員身份 就是說 如果你想說的話 我能加救你 現在也可以加的 我們看看案情 被告周軍衛 報稱公務員 被控三項盜竊罪 在2024年1月13日 在華都花園 華都屯門 即是 商場某店鋪 偷竊狗隻毛公仔 總值二千元 其實這個 我想那個 有些脆脆的 為什麼呢 他說2044 2044除九 即是蘋果一隻二百多元 一般來說 我們 我在市面上 見到那些夾公仔店 就不會擺那樣的名字 通常擺那些 露翻的 但是他去得偷 可能真的擺一隻漂亮 我知道你這麼說 偷一點 偷一點 貴一點 被告沒有 律師代表 也沒有進一步求情 鄧少洪裁判官 就說 引述感化報告 報告就建議他 是六十至一百六十小時的 中度社會服務令 但是鄧官說 他在閱讀報告的時候 才知道原來被告是警員來的 案發的時候 他說 沒得談了 沒有在你知法犯法 所以 雖然那個建議 是 八十至八六 就是 總共八六 可能甚至八十 去到頂磅 二百四十個四十五令 好 好 案情說 被告在案發的時候 戴著口罩 黑色漁夫帽 全身黑衣 你以為你是法哥 黑暴嗎 黑暴 是啊 喂 不過我好多說 我這種身形 還要這樣 是 先這樣 行啊 這樣 就不要讓人搞 如果你瘦瘦 像我兒子那樣 又黑衣服 黑褲 黑色漁夫帽 戴著口罩 你有沒有不願意被人踢鬥 人家看見你十幾十歲 身形 黑暴啊 好了 然後出現在華都商場 夾公仔機的老闆 在案發日的凌晨 看見他 咦 為何在我的店鋪附近呢 刑跡可疑 其實如果他不是刑跡可疑呢 他都沒有什麼遺疑的 於是他透過閉路電視 看到被告 咦 找一個攝石 把機內的公仔 那條鐵鏈 我不知道他的公仔可能是有鐵鏈 把他拖到機器出口 OK 我想像到 他甚至乎不是入錢去夾 可能他的公仔進入金屬 讓他看到 咦 就找一個大攝石 叫他們老母 直接隔著一塊攝影 因為其實很薄 因為他們的玻璃 攝影機 攝影機 拖他下去 於是老闆 立刻和朋友 出來和他對質 要求手袋 被告就離開了 當然老闆當然要追 制服他 在袋裏面 找到九隻公仔 老闆隨後再回看閉路電視 發現被告 之前用同樣手法 在另外兩部機器 都偷過了公仔 我拖你了 好嗎 這個警察 你看看 周軍偉 阿衛哥 真是叫他為衛哥 你可不可以有出色一點 我拖你了 好嗎 你作為一個邪班警 首先是知犯犯法 拖你用攝石去偷毛公仔 專才啊 拖你 拖你那些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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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你那些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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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這麼多公仔做什麼事 真的不知做什麼事 吹冷象 另外這一宗 若狗那些不說 這一宗昨天我們說過的 UO 我看完這裏 我就覺得有多些資料 但是 香港法運 都是 那個 安排差 而且問題就是 就算是這樣 為什麼會有出現 知情人士在那班機 不是當事人 不是被要求換位的人 會覺得那個人要換位 好串 我們先看看這件事 香港法運 航班座位安排沒完沒了 昨天香港法運 為就事件作出回覆 好了 庫主就在社交平台庫主 就是被要求換位那個 現身說法 就說UO就是香港法運 說謊 聲言會追究到底 昨天香港法運是怎樣回覆呢 他說有關15號那班 UO690的航班座位 安排的事宜 因為機型轉換 本身不是搭那班機的 OK 所以 一家四人 一個四口 四人家庭 最初的定位座位 就變成 其中有兩個位 是緊急座位的安排 首先 這一家四口 定位的時候 理論上 他們是不能指定座位的 OK 那麼 但是 他現在說 一家四口 最初的預訂 這樣說 是不是真的有訂座位 可能他們也有 即是有訂座位 是的 或者那些不用錢的 總之有reserve了 有四個位 那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因為那班 狂班轉了 於是他們原定 預訂的位置 當然 八班機有些設計不同 有些是兩個位 四個位中間 兩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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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位 三個位 什麼設計都有的 不同機 好了 那麼根據條例 當中兩位未成面的乘客 即是說 中學生來的 就不能夠坐緊急座位 旁邊的位 緊急出口旁邊的位 因為要成面人 在那個位置 因為我經常坐到最述的 我回答 我回答 就是 要成面 你要 懂英文 懂得 總而言之 你能夠負責打開門 給那些人 是的 好了 因為他們不行 那四個人的位置 於是乎 就要調位 好了 於是乎 就跟相關家庭解釋 調位需要 亦都得到 另一排四位乘客的同意 另外一排的四位乘客 當中包括以付費自選的乘客 就作出了安排 老實說 香港快運說 已經向協調對調的乘客解釋 以及承諾會退回自選座位的費用 多謝當日的乘客 的理解 他就說 是獲得另一排四位乘客的同意 是嗎 另一排四位乘客 當中包括兩位以付自選座位的乘客 就是現在這個所謂的 虎主 他就出來了 如果得到他同意 他們不會在網上上 他不會出來 他不會再出來 對嗎 好了 虎主於是在Facebook群組說 我真的接受不到 他說 UO說謊 一定要追究到底 他由頭到尾 是沒有人和我們協商過 check-in的時候 都一樣是 他們的座位號碼 是去到blogding 即是上機的時候 就通知 喂 你要轉位 而整件事 他是因為有人和機的乘客 我們昨天說過 看不過眼發表的 我們一下機才看到一個post 他說 為何 他沒有自己出來 第一時間說 他說 因為想息事寧人 不想影響心情 因為去旅行 你去旅行 他回到香港才投訴 他說 今次我回應網民 是想澄清事實 事實 就是說 我是由頭到尾 都沒有跟那一家四口 即是說帶上兩個小孩 說了一句說話 一直 我只是跟UO的地勤 和機上的人員協商 如果按照UO說 未是成年人 不能夠錯逃生作為 那他們兩個父母是成年人 為何兩個父母錯呢 為何要動到我們呢 好了 他說 最初 發檢的乘客 只是陳淑事實 他說 當時機上很多人 相信有人會看到他事件的經過 其實 因此這樣而調位 我真的覺得沒有問題 你問我 我到這裏 我不要理會是否說謊 那為何 不是他父母錯呢 是不是 不是他父母錯呢 那 如果兩個位的話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通常的屠心門 是涉及一個位而已 現在兩個位在這裏 是否有兩個 即是兩邊 是否可能分開錯呢 你明白我的意思 即不是一起錯 Anyway 那就是父母錯 如果一個小朋友 如果一個小朋友 還未成年 他堅決要錯 那他的習慣 他上班也不能飛 因為還未成年 不能坐那個位 那為何他能想到我呢 而這裏又說 UA又說 是得到客人的同意 其實說那麽多 屌你了 我去加一塊 我真的不想說這些 不要想坐廉航便可以 為何要坐廉航啊 你們 好想便宜嗎 其實便宜不到幾多 你便嘗試登進去 你搞得來的 原來是那些 夜時間 晚上三點鐘起飛 正常呢 不是 都便宜了 八百五十八 接著 還要買一件銀利 加三百 一千二百八十八 接著 咦 你要買一件 加二百 吃完餐 差不多幾元 即時變了 可能都是便宜一點 但是 你香港Express 我就真的不想打落水狗了 你解釋了原因 你不要說謊 你為何要移動這個家庭 其實你搞得來 盡可能會移動其他人 你便叫自己搞定 你便 請他們吃東西 即是upgrade他們 甚麼都好 因為你真的 最初是這個家庭的位置 因為這個家庭都受了影響 你換那個航班 你應該只是處理這個家庭 而不是影響其他成果 你便宜你了 你不要說甚麼 那其實 upgrade 甚麼 不可以upgrade 譬如你爹地媽還沒創 不好意思 給他們兩塊錢 你便算 當然 那當然 那 當然 我不排除 這個家庭是很難麻煩的 在這裏找渣子 即是這個家庭 我猜是甚麼呢 即是媽媽不想和子女分開 是呀之類 但是在日本一陣子 你的子女分開很大 中學生 不是呀 我的子女我怕你 不是呀 都是慘的 他的子女有甚麼老母 好 好 另外呢 這件事很奇怪 昨天在將軍澳 福康花園說 我倆屬這裏 回旋處 有的士走到這樣 一會兒我們看照 好了 於是乎有 圖人見到 拍照報警 警方就說 因為沒有撞傷圖人 案件暫裂 求警協助 沒有人被捕 我希望這一個呢 是因為昨天 才接到那個報案 因為沒有人受傷 又沒有抓到的士人 所以就沒有人被捕 求警協助 都暫裂 就沒有理由不跟 我們先看看照片 你說離不離譜呢 我都覺得 喂 你老母好想離譜呀 大哥 我先出場 喏 喏 喏 有人聽到昨晚 在那個回旋處 旁邊的行人道路 有的士走上去 是倒車的 喏 有時你 喏我們明白的 喏 說真的 喏 有時我們移車 移上少少 那個行人道 就是借一條行人道來 免得扭那麼多手 是有的 OK 但其實即使是這樣 如果人家要搞事 都是可以告你危險駕駛的 即是這樣你上一上駁 不是浪漫駕駛 好了 喏你們有沒有 你經常這樣 喏 喏你們有沒有 上人都去了 走車 好了 再去 喂 你那時候還有那麼多人 哈哈 哈哈 那些人在那裏拍照 你為何車會上到那裏走 是啊 這麼神奇 啊 找車來 應該不犯這些錯 不是 老實說 人家這樣擺得上來 如果你在那裏拍照 如果你在那裏拍照 在那裏拍照 如果你在那裏拍照 那些人都未必會這樣 去報警 你都離譜了 這些 什麼事 都不需要做什麼 OK 警方都找找的士 我不是說什麼 看看你什麼事 OK 休息一會 好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